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人面迎桃花 爱恨却落下 虚待了多少年华 多光剑影 痛有天下 也曾悬我挣扎 面具之下 便不清真假 只剩耳边 悬杂 也曾停下步伐 看冰雪融化 伸出枝崖 结出繁华 落谁脸颊 回忆若悬崖 往事被风化 一路上风雪交加 何时抵达 看人间无暇 人面迎桃花 爱恨却落下 虚待了多少年华 奈红剑影 痛有天下 现在 整个武林都因为桃源谷大婚那晚 对咱们听情愿态度突变 甚至还有人说阿征 你那样是公然挑衅武林联盟 那晚情况危急 只要能阻止九重游宫的人带走百万 我不后悔 不过 说 阿征不是让我调查那位少公主的事吗 果然 如你所料 那位少公主晴云和大师姐阿初 是青梅竹马 晴云自小失明 一直都是阿初在照顾她 所以 她早已对阿初爱慕至深 不能自已 五年前 九重游宫宣布大弟子阿初失踪 少公主痛彻心扉 可惜啊 我们的少公主一片知情 时隔五年 又再次遇到了阿初 只不过 这次被咱们院主 杰族先登了 剑山想说什么 好 我只是在想 咱们就这样贸然把金姑娘带回廷秦院 想必 那位少公主晴云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又如何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让九重游宫的人 再靠近百万 夫人好 阿征 你在里面吗 夫人 这些交给我便好 阿征还是我来照顾吧 是 说曹操曹操到 阿征 你在里面吗 阿征 你干吗去 你出去吧 阿征 阿征 我给你带了早点过来 百万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进来吧 嗯 阿征 你伤口又疼了吗 无妨 你 衣服还没换 那我去叫丫鬟进来吧 丫鬟不行 男女受受不侵 怎么能叫丫鬟给你还呢 那看来 只好劳烦剑衫了 送剑衫更不行 这又是为什么 你已经有夫人了 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干吗麻烦别人 你要有什么的话 我来照顾就请 那百万 打算如何照顾我 嗯 我想想啊 少夫人 金总标头今天一早已经走了 她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走了 嗯 丘儿 你终于嫁人了 爹也该回标局了 爹受不了哭哭啼啼的场面 所以就没告诉你 今后啊 你跟林峰一定要互相扶持 相亲相爱 这样爹也就放心了 百万走了 连爹你也走了 你们怎么能把我一个人 丢在这个破桃源谷啊 对了 少夫人 我刚刚听到消息 你先别说话 让我一个人再难过话 不是你让我去打听 金百万姑娘的消息的吗 百万 嗯 快说 我刚刚听到谷主和夫人 都在谈论那个金百万姑娘 还说什么 听秦苑屈征是叛徒 什么 嗯 这屈苑主啊 在大婚前一晚曾告知于我 说他在谷中遭遇了暗算 爹怕影响了你的婚礼 所以我们暂且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我原本以为啊 此事是冲着我们桃源谷而来 可结婚当晚 这屈苑主不惜积云众人 也要带走金百万 我方才明白 这一切祸事啊 恐怕跟这个听秦苑的院主 脱不了干系 他如此行径 不仅惹怒了江湖众人 更是害惨了我们桃源谷 现在江湖上都咬定 听秦苑和金氏镖局 有蒲苑真经一事脱不了干系 你岳父啊 也是怕牵连我们桃源谷 才会提早离开的 当日若是让九重幽宫的人 将金百万带走 不就诸事皆了了 这个屈苑主 平日里看着道沉稳 这件事 怎能如此糊涂 这金百万和金氏镖局 关联甚密 封儿 这几日管好了金小姐 让她和那个金百万 不要交往过密 以免屠生事端 请父亲放心 封儿定会告诫秋儿的 他们居然污蔑百万和屈公子 百万现在情况还未知 我一定得想想办法 有了 好歹我也是秋秋啊 只要我把百万的真实情况 写成画本 天下人就都知道 百万和屈公子是清白的 好 少谷主啊 谷主不是让咱们来景 秋儿和这百万姑娘情意深厚 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好 刚刚那番话 无非是让父亲母亲宽心罢了 毕竟她独自一人来到他乡 一定会孤寂无助的 决明 你这样 晚上送一些她喜欢吃的瓜果点心来 是 食材买好的 药材买好的 糖也买好的 还要给阿正再买些什么呢 有了 阿正养病的时候也挺无聊的 给她买个什么画本好呢 是 秋秋儿的画本 这也有啊 秋秋儿的画本全套啊 我们店里都有 外面呢 只有几本 剩下的都在店里面 要不我给您拿出来 您瞧一瞧 嗯 好 姑娘您稍等啊 绝爱知情王爷 这都绝版了 这怎么还有呢 天下第一夫君 这是我最喜欢的画本 这位姑娘 你手中的画本 真那么好看吗 是啊 这位公子 要不你也看看 那 这个画本 好看在哪里呢 嗯 我最喜欢第一夫君 为夫人遮住刺眼的阳光 两人在树下聊天的那段 哎呀 原来这位公子是阿正啊 你刚跟我说话 我都没有听出来是你的声音 一早起来 不见百万踪影 我正担心着呢 但原来百万 是来这儿找 不是 我是怕你生病无聊 我想给你跳个画本 但我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就看百万藏在身后的那本 就挺好 这个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既然是百万喜欢的 那肯定不错 我得好好了解一下 夫人的喜好嘛 两人一同用荷叶挡雨 百万喜欢这个呀 哟 用嘴轻轻吻上娘子嘴边 含住了那块糕底 车也行 不愧是天下第一夫君 真是让曲某受益匪浅哪 不愧是天下 百万口中最喜欢的桥段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这画本确实不错 名字也取得好 既然百万这么喜欢 这天下第一夫君 那曲某自然得好好努力 成为百万心中的第一才是 回家了 回家这个主意 甚好 你 我给你买了好多食材 我回去给你炖汤喝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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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道菜 人参鸡汤 开枝霸蒸 辛苦了 夫人 不辛苦 来 尝一尝 一定要趁热喝 来 尝尝 怎么了 我喂你吧 来 慢点 打我都还挺有力气 怎么没力气吃饭呢 怎么样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加 这个啊 这个啊 嗯 紫薯啊 这个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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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下去了 你们俩慢慢吃吧 这 你们俩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想吃什么啊 蒸 我给你加 这个 这个啊 来 药也喝完了 你今天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胸口又疼了吗 无妨 百万回去睡吧 不行 我走了你要胸口又疼怎么办 那不如 百万给我念个故事吧 说不定我听着 就会想睡觉了呢 嗯 好 那我就给你念 你常看的那本《竹书记年》吧 那 未免也太过无聊了吧 嗯 那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 这个 这怎么在这儿啊 这可是百万的新头号啊 我当然要买回来好好学习学习 怎么讨夫人欢心 哎呀 我不给你念了 若书 就想听这本啊 嗯 那好 我 我念 我念 许相公说 只要娘子好 那我便一切都心甘情愿 你为我操劳了一整天 我还拉着你给我讲画本 使我不好 哪可 无论 你才受伤的 不 都是因为你 我才没有堕入五间地狱 在下已经为姑娘 惩治了冒犯姑娘的毛贼 我叫徐亦菲 江湖有缘相遇 不知姑娘奉命 白万 忘记的过往 就不要再记起来了 哪怕你不再记得 五年前的我 我只希望你就这样一直无忧无虑地开行着 快乐着 少夫人 回少夫人 可以吃饭了 少夫人 应该不会又再写画本了吧 没 没有啊 我在给我爹写信呢 写得好 写得好 少夫人 您就听一次劝吧 您以后啊 千万不要再 莫逆离了 没事 你忙吧 我先走了 不行 在这儿写也太危险了 我先走了 丘儿 有人吗 没事 俊明 您让厨房多准备两份糕点 送到少夫人房间 别再让她饿肚子 是 我先走了 听说 金小姐近日安分了不少啊 这多亏母亲管教严格 慕秋 才算收了许多心 近日呢 在屋内做了女工 还有针线 在行为举止上 也端装了许多 嗯 既然来了我们桃园谷 自然要端装输静 岂能再像个疯丫头一般 母亲 这前面风太大了 要不 您回去休息 你挡着我做什么 有什么不能让我看的 夫人 夫人 金小姐的画本取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 这种东西 怎能留在我桃园谷 丰儿 还不动手烧了 你们要烧我的画本 不行 母亲 求是她写画本确实有错 可是这样的惩罚 是否过于严厉了 我桃园谷 岂能容得下这些 母亲 你身为少谷主 难道还想包庇她 把台狗拉开 少姑娘 你怎么看我 你放手 你是我的东西 你们凭什么烧它 你是我欣欣姑姑写的 宝儿 你亲自动手 还不动手 还不动手 不要 如果不烧 母亲一定不会放过丘儿的 丘儿 如果要气 就气我一个人吧 我错了 我求求你不要 你烧了她 不要 你烧了不要 我死了 你让我干什么东西 不要烧了 大人不要烧了 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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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原古的规矩真的那么正确吗 为什么招办之后 我会如此难过 就是你平日里太过放纵 它才会闹到今日的地步 你不会管教夫人 为娘自会替你管教 还不跟我走 放开 放开 少夫人 您没事吧 少夫人 您还是听我的 忍忍吧 毕竟 您往后可是要在这桃园谷 待一辈子的呀 一辈子 您是少谷主夫人 当然了 不行 我不能在这待一辈子 少夫人 少谷主 这明明就是少夫人的错 为什么每次都是少谷主 你替她受罚 现在板子也挨了 还要替她抄女戒 真是的 绝名 少谷主 不好了 不好了 少夫人刘叔叔走了 我走了 你们桃园谷欺人太深 就到你我河里 从此两不相干 我这样扶着你 应该有力气了吧 如此一来 百万也太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你明明是伤在胸口的又没伤在腿 而且你昨天晚上还帮我回房间来着 百万终于发现了 百万终于发现了 你又耍我 明明是百万自己自告奋勇 说要扶我出来走一走 我何罪之有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要真有事的话 你肯定说没事 你这么一直冰洋洋地使唤我 肯定是没有事情的 百万竟然这么了解我了 谁让你是只贼狐狸呢 不过既然你没什么事的话 要不我回趟金氏镖局吧 我们上次离开韬银谷的时候 我都没有跟金总镖头打招呼 百万 这是要走 好 好了 好了 我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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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心心念念的 就想回金氏镖局 看来 是我们听情愿不够好啊 听情愿当然好了 只是我回金氏镖局 我可以每天做菜 在这儿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在金氏镖局你是雏娘 在听情愿 你可是院主夫人 不是你该做什么 而是你应该想一下 你可以与我一起做什么 那 如果是按照 小姐话本理的来说 我们现在 应该就是恋人了 那 百万 你有没有想好 有什么事情 想和恋人一起做的吗 当真我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当然 我现在也是有夫君的人了 我现在也是有夫君的人了 但两个人恋爱 应该该干吗呢 我现在也是有夫君的人了 但两个人恋爱 但两个人恋爱 我还是会叫这 tinham 都不怕 你是要是这个人恋爱 我还想让你操心 还不肯定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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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肯定 你肯定 想做的事 但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我就是看小姐话本里写的 我都想试一试 好 只要百万想试 那屈某就一定会达成 真的 那我们就从第一件开始 小姐话本里写过 男女在定情的时候 用泥巴捏成对方 在自己心里的样子 然后烧制成型 就是定情信物了 我一直想试试 我们就开始吧 好 我捏的肯定比你本人好看 那百万你大可放心 切 不许偷看 那百万也不许偷看啊 那百万也不许偷看啊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是正大光明看的 偷看 我爱你 我爱你 丑八怪你这是 可是我们捏的 好像就是百万 百万 莫不是再说自己是丑八怪吧 我不是丑八怪 你 我这个是丑八怪 我好了 我也好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吧 一 二 三 开 你捏了只小兔子 白万这不也捏了一只贼狐狸吗 但你手里这只兔子啊 比我手里这只狐狸厉害 所以呢 以后啊 这只狐狸 会听这只兔子的话 明白吗 好啊 以后 这只贼狐狸 就只听百万一个人的话 哎 想不到院主 还真的会玩泥巴 咱们庭庭院 成立三年了 第一次看了院主 笑得这么开心哪 我好不玩啊 是啊 我去做饭了 这就叫色令至婚哪 果然 爱情这玩意儿 碰得 不然呢 就算是院主 她也同样了 小姐说 芙蓉镇外 有一个许愿灵朔 但是我们不能去那儿看一看 我们就对着天灯许愿吧 小姐的画本 也是这么写的 那百万 想取什么愿啊 我想取的愿望可多了 我希望 阿征的伤势赶紧好起来 希望阿征以后 再也不要受伤了 希望小姐 和金氏镖局的所有人 能够永远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也希望听情愿的所有人 能够平安 幸福 也希望蒲苑真经的事情 能够尽早调查清楚 环金氏镖局一个清白 到你了 可我 并无所求 人怎么能没有 想取的愿望呢 曾经 我也是有过心愿的 但而今已经达成了 所以我就想除此之外的心愿 我宁可靠自己来完成 因为我怕天神们责怪我 说我这个人太贪心了 那 那个愿望 是我吗 自然 那你真的不许愿望啊 那我们就把天灯放了吧 好 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许呢 我希望我能够赶紧恢复记忆 这样我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过去的人了 可百万不也说过吗 不想要记起 那个给你伤疤的人 我是不想记起那个人 但说不准他不是我的家人啊 我只想知道我的家人是谁 尽快找到他们 这样还能带阿征见一见 好 好 这样你不冷吗 我一会儿就不冷了 天老 К 这次还想尝试什么呀 可下雨 因为画本里好多男女 都是在浪漫的烟雨出雨 一见钟情 所以我也想试一试 好 那 我们就等雨来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五年前 白万 愿你的笑容 能永远如此灿烂明媚 没想到雨没等来 把雪等来了 以前看小姐画本的时候 就顾着看那些打打杀杀的地方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跟爱的人在一起 干这些傻事 能这么开心 能有一个人陪我这样犯傻 真好 我也觉得真好 你觉得好什么 好在 能遇见你啊 这样我也算是满足一个愿望了 百万这就满足了 虽然没有等来雨中漫步 但是等来了雪中漫步 这可比那个浪漫多了 可这不就巧了吗 昨夜 我还补习了一下百万看的那个画本 在漫步完之后 是不是应该 这样啊 好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像分间能分辨 相识的虚假 江湖多凶险奸扎 无畏勇敢是筹码 因为你执念从未放下 别问代价 长剑创天涯 隐隐忧魂不怕 逃不住你设想温柔天望 辗转的迂回 被烈无所谓 甘愿被寻服过缘由 天下也封送你所有 就算我失去一切也绝不后退 重逢险真的对垒 爱在你手 自同梦忘不寻出口 被关注 结局连骄傲也全部失守 别问理由 爱就无悔 这一路深思相才 这一路深思相随 你有我陪 云烟